看一看了 大白饭头 刚种出来的大饭头 就是他 来饭头了 花香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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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酒 晚安 你说山上洞再没来人 会不会出现什么事 我不会 白大夫您来了 大老板您好 您坐您坐 您吃点什么 来一碗苦笑凉粉 好嘞 苦笑凉粉一碗 谢谢你 掌柜的 那客人到了 来二斤素糕 两碗山药灰豆腐 好嘞 二斤素糕山药炖豆腐两碗 一碗山药 你终于逢 连谢夫人小心吗 还没有 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我急着现在 所以找他们去了 好 我认为你了 好 你 我认为你 知道了吗 我认为我能够 这是一桌的 我认为你 我叫你 快 快 凭靠 我大 我大 我太他妈狡猾了 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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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的正好 你看这个俱乐部收入不错 可惜这一半利润得给归田 倒是怎么了 不高兴了 爹 刚才我执行任务 碰到仙大队的人 动枪了 我怕他们会报复我 别担心 仙大队会调查清楚的 那人叫什么 咋被你们发现的 那个人跟王普贤在一起 后来他们分开了 王普贤 你确定是王普贤 肯定是他 看得很清楚 看得很清楚 不歇 赶快 大队 前一趟 吴总杂戒 赶快 赶快 赶快的 小秋忙着呢 姐夫来了 有什么新书吗 都给您备下了 你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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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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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 祝您 什么风 感谢观看 对吧 表哥 必须 必须要 今天 不可行 咱们 咱们的兄弟们 不是咱们 好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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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葛乔军 秦大海突然地回来 你怎么看 这说明宪兵队内部 内奸另有器人 宪兵队里的中国人并不多 如果把秦大海摆出在外 黄同仁也不可能 那么现在只有两个人 主导和梨花 很值得我怀疑 你怎么觉得 黄同仁没问题呢 中族官家 高乔军 帝国的荣誉 和我个人的情感 我是能分得清的 但是你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在宪兵队里的中国人都有可能 包括那个秦大海 但是秦大海给咱们供出了王浦贤 区区一个王浦贤 算得了什么 你别忘了 中国的古书 有一部叫做《孙子兵法》 其中三十六计中 其中有一计 高乔军的意思是 苦肉计 是不是 正是 那么高乔军 接下来 该怎么办呢 哦 宪兵队里的事情 就由松山军负责 我想 他有这个能力 把这个内奸抓出来 谢谢高乔军的鼓励 这是我分内的责任 但是还请高乔军 多多地指点 指点我不敢 不过 我想 敌人潜伏在宪兵队 他也就只有两个目的 第一 想刺探我们的情报 第二 是针对自三五郎先生 现在看 这第二个目的是比较明确的 所以 宋山军 麻烦你 尽快地找出这个内奸 高乔军 我会努力的 如果秦大海梨花是奸细的话 那要是他在食物里偷毒 太可怕了 简直不敢想象啊 归天君 今天的寿司 都是田中先生亲手制作的 所以 他很安全 您可以放心地吃 我在想 这宪兵队里的内奸 如果想堵死我们 早就下手了 不必等到今天 他们最重要的任务 是刺探情报 而不是我们的命 好 请 还是你们先吃呗 我要去给祖童谦领打个电话 高乔军 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间拼不动 我有好多的心里话要跟你说 田中军已经为我们做了一晚上的寿司 我要去敬他一杯酒 等一下我们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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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中先生 田中先生 你今天辛苦了一晚上为我们做寿司 我敬你一杯 谢谢少佐 我敬你一杯 你辛苦了 中总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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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原来你在 原来你在 教授 你看上去 很开心 赶快带我去找那个卖书人 赶快带我去找那个卖书人 花大价钱 把下部买回来 这个 快走啊 教授 你是重要的人物 不能出半点的差错 所以您不能离开这里 要不我带您去 如果有我就替您买回来 有 一定有 赶快去 我马上叫我回到黑龙洞工作 那个地方 比演员的狠呢 教授一厢很自信 黑龙洞工作 黑龙洞工作 谁啊 董老婆 我们 又来打扰你了 这一次 我们是来送钱的 送钱 这个世道 还有这么好心的人吗 老人家 我们 就是你说的那些好心人 可是 钱的事情我不知道 我不能收 老人家 还记得我吗 归田巴朗 上次 买了你们少爷一本收的那个 记得 那想问一事 你们孟龙少爷再见吗 他不在 不在 他到了哪里 上次他卖了书 有了钱 可是 被一些乱七八糟的人盯上了 说他是什么奸 他一生气 就到外边散心去了 他是我们皇军的朋友 你啊 怎么回事 把风声扇出去 就是说孟龙是我们的朋友 谁对孟龙不好 就是对我们皇军不好 知道一个拽一个 来 那谢谢太君了 没关系 我只是想知道 你们孟龙少爷 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嗯 可能三四天 也许五六天 不一定的 是这样 直说吧老人家 我是想问一问您 上次孟龙少爷卖给我们的一本书 是不是还有下半部分 嗯 这个 我不清楚 那好吧 等你们孟龙少爷回来 请您一定转告他 好吗 嗯 好 可以的 老人家 过死了 给老人家留点钱 随便买点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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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 赵老尿妹 鬼 schedule 走了 走了 按你说的话 都跟他讲了 好 好记 欲擒故纵啊 好 那你们忙着 我带到外边看看去 好 你小心点 如果就这么轻易地让他得到 我把他盗起一心 那想办法 吊足自三无狼的胃口 要让他起影难耐 就像吸了鸦片一样 那才好 至少 要让他三顾茅庐 才能让他得到下一步 那还要再等多久 再等个三四天吧 三四天 什么 三四天 要这么久 教授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主人不在 我也没有办法 他人现在在哪 我亲自去找他 不行 教授的安危 直接关系到黑龙洞计划的成败 左腾将军再三地警告 叶英也做了周密细致的安保计划 我是不会冒这个险的 难道我让十几名特工跟着我一起去 这都不行吗 绝对不行 教授 你的心情 我很能理解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一定会帮你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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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我 二十七那岸地娘 多对岸说 家乡天的山水 是满黄河的颜色 童年里那岸地地 童年唱给安家 家乡父老兄妹 是那老祖宗新歌 又好 有盆子远方来 咱们好酒带好客 高日的他来了 咱们一起吵家伙 玩一玩之座山 直到观者满天风火 雪可流铃可丢 春土不能生 风一吻这叫狗 这大量这翩翩春落 风能能过云能过 鬼子不能光 就是小鬼子不能光 不光是小鬼子不能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